嗨,大家好呀,我是桃子,欢迎来看我的视频 今天我们来玩一个有意思的挑战 叫做极限时间人生挑战 规则非常的简单 就是必须在五分钟之内完成捏人 十分钟之内建个新手房 最后在十五分钟之内生下一个孩子 我们的挑战就算成功了 为了这次挑战更具有参考性 我几乎禁用了我所有的服装和捏人类的模组 我会把这次挑战的原作纸链接放到视频的简介中 好了,现在就让我们正式的开始吧 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捏过一个人 突然感觉好紧张啊 先给他换一个小眉毛吧 一般我都比较喜欢第二个这种眉毛 先把他脸弦捏一下 这个鼻子感觉还行 我突然紧张得有点忘了怎么捏人了 哇,这么快一分钟过去了 我还啥也没干呢 你随便用一个嘴巴 行行行,这样挺好的 然后稍微的调整一下胖瘦 也不用那么的瘦 体型的话一般我比较喜欢用这个 行行,稍微往上一点点 好,我感觉我怎么从捏人就要失败了呢 行,差不多行 不要再调整了 行行行,把稍微眼睛调大一点点 这样就可以了 好了好了,不要再动脸了 快点,给他穿衣服吧 我感觉 我感觉我要完了 我要挑战失败了 行行行,还行 挺好看了已经 就这样吧 然后给他换一个刚才我喜欢的那个发型 在哪了,在哪了 在这呢 嗯,画一个眼线 这个淡淡的就挺好看的 眼影的话也随便带一个吧 哎,算了,要什么眼影呢 来一个腮红 再来一个好看的口红 哇,这个颜色挺好看的 就这个吧 行行行 然后衣服 哦,现在时间已经过半了 我的天,我还什么都没配呢 嗯,为了节省时间 我直接给他配这种脸身的吧 我觉得日常装肯定是要搭配的啊 你穿一个 我觉得一会儿我想住在柳西 就给他穿一个比较日常的这种衣服就好了 行,挺好看的 你就穿这个吧 搭配一个这种小球鞋 还是那个凉鞋呢 哎,这种 这个挺好看的 就这个吧 然后正式服装 你别说他自己搭的还行 我把他这个配饰稍微去一下 睡觉的话肯定是要天天都穿着的 穿一个这个 乡村宝的 挺好看 配一个小兔子 拖鞋 然后夏天的话 裤子不太行 还剩一分半了 给你来 哎,这个挺好看的 给你来个粉色的小短裤 然后再来一个短的上衣 还是穿这个鞋挺好的 冬装的话 这个新出的 我记得有一个 对对对 也给他穿一个 我觉得这个粉色挺好看的 鞋 也要那个特别好看的那个鞋 还有 还有 我的天 我一紧张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点什么东西了 还好 好像还剩半分钟了 我不行 我随便给你搭一个好了 实在是不好意思了 你这个随便穿一个吧 你随便起个名字啊 你肯定还是得姓陶子 叫陶 陶级县吧 算了算了 你随便叫我吧 随意一个性格 随意一个地点 时间到了 现在至少不用紧张了 那我们的 杰沙林 就这么诞生了 它是一个天之狂 海洋之子 悲观 没有一个好特征 觉得还可以啊 还可以 好 那我们就正式的进入到游戏中吧 为了避免一会儿 花言花车 影响我生孩子的这个进程 我要选择在一井绝顶 没有人住的这个地方 这样就不会有人来欢迎我了 然后选一个最小的这个空地就行 好 现在呢 我们就要开始在这个20乘15的小空地 利用我们仅有的18500块钱 建造一个小房子 之前我做速建的话 一般建一个小房子 最少也需要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对于一会儿这种十分钟速成 我又有点紧张 有点小期待 不知道自己能建成什么样子 好了 废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好 我要先来建一个 好 我一上来就出错 先建个小豆腐块 然后这边也来一个小豆腐块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把他们稍微挪一挪 我们稍微升高一下吧 再来一个小瓶粒 完了完了 越紧张越出错 别别别别 别跟我开这种玩笑 别呀 这是什么 好好好 挽救回来了 放一个小柱子在这两边 上面也放一个小平地 我突然觉得 我是不是不应该这么注重房子的外观呢 要什么屋顶啊 能住就行了呗 好好 建完这个屋顶差不多 我就要忙正事去了 哎哎 怎么歪了 怎么歪了 刚才 哎 不管不管了 管不了了 来一个门吧 这门挺好看的 要一个白色 窗子 行行 这个就行 行 等一会儿我们再放床子 我先来 都已经七分钟了 我先来建一个小厨房吧 我想建一个粉色的 等会儿我放一个灯 这边再来两个橱柜 这个位置放一个冰箱 冰箱也要粉色的吧 餐桌 要要 等会儿 全乱了 我现在超级紧张 还需要一个水池 水池就放在这边吧 垃圾桶 放一个 这个吧 也要 算算 别的都要粉色了 放一个这个白色的吧 摊桌 来一个圆 小的就行 要两个小凳子 摊桌 这个小花花的 然后粉色的凳子 我把基础设施 我先放出来 要不一会儿没有地方睡 就太尴尬了 来一张床 我想要 都限制时间了 我还在这挑三拣四的 这个床 这个床好看 就这样吧 再来两个门 放在我的卧室 就这种最基础的门就行 沙发有一个 零一包的 啊我的沙发呢 这儿这儿 来一个沙发 放在这边 要放一个这种小堆 好像有点不太大 管他呢 来个小茶几 这可以来个粉色的 算了 也要白的吧 电视也要白色的 我一直在说 是自己不要挑三拣四的 然后一边挑来挑去 地毯我想要个粉的 我的粉地毯在这儿 不对啊 我好像时间不够了 我还没贴壁纸呢 这边坐卫生间的话 小一点就可以了 还有六千多 钱应该是足够了 来个最普通的水池 这水池居然没有粉色的 那我不要不要 我好想笑啊 还有不到两分钟了 是要这种比较便宜的就行 可以粉色 好像基本的设施已经弄完了 我现在来贴一个墙纸啊 行 我先来着 一会儿要是觉得不行的话 我再换 卫生间还是有个瓷砖比较好啊 粉色 算了 粉色确实有点太多了 好好好 这个白的就行 我觉得好像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应该不缺什么了吧 然后这个房子的外观 稍微弄一下 哎呀 对 我再来两个窗户 放在这边一个 卫生间就不要 哎呀 我这个后面是什么东西 不管了 管不了那么多 窗户都要白色的 后面稍微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前院的话 再放一个小炸了 呀呀 别多挡上 一会儿我上不去了 我把这两个删掉 嗯 好像时间要到了是吧 还有七秒钟 我应该 我觉得我应该放弃抵抗了 行行 差不多来一个就行 哦 我们这个房间 等会儿啊 允许我把 把油箱弄一下 我们这个房间 你看啊 这边 这个屋顶啊 还有这个都没有交到一块去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调整了 然后其实这里 我是想做一个 漏空的平台 这样子也没做成 然后窗户呢 这边是白色的 到了这边又变成了 蓝色的 嘿嘿嘿 不过好在我们已经购买了 所有的生活必需品 这样的话 我心里也算是踏实一点 好 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 生活模式了 不知道杰莎林 能不能在15分钟 完成生一个孩子的挑战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 开始 嘿嘿 我们为了一会儿时间 能进程的快一些 来找一个工作时间最长的工作 就是这个 上班族 上一天上10个小时 非常好 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生一个孩子 不知道这周 哦 太好了 这谁呀 马库斯 正愁梅日焦 天上掉下个年豆包 来 友善的介绍一下 就你了大哥 杰莎林 快来认识一下 你好你好 你说此时此刻 我正需要给我孩子 找一个爸爸的时候 出现在了这里 这是不是就是冥冥之中 上天的安排呢 我们有个快速 快速长好友的办法 就是和他照相 来来来 快来快来 咱俩拍一张 安静 这个照片有够大胆的 我觉得小伙子 可以啊 你别走 别走别走 讲一个下流的笑话吧 来来来 别走大哥 求求你了 溜步 句句 赞美一下外表 抵振一下心情 询问一下是否单身 亲文跟 不行 他同意了 调情可以 大哥 亲一下手行吗 不愧是成熟大哥 初吻 快来快来 其实平时我几乎 是不会加速去玩游戏的 但是今天没有办法 我觉得我们这个关系 应该差不多可以了 把它新增至团体 大哥 来 马固斯 别客气 太好了 走走走 加快一下进程 好好好 第一次黑修了 还是一样 这个 强指 这边也没有强指 来 做一个 验运措施吧 马固斯 一会儿 就是检验你是不是真男人的时刻了 怎么样 太好了 这么难过呢 现在不想要怀孕 对不起啊 这不是你能决定得了的 来 大哥 拜拜 你可以回家啦 然后呢 我来睡一个下午觉 现在该走了啊 睡的是的 该走了 睡觉 晚安 在我睡觉的时候 时间能过得快一点 嘿嘿嘿 什么时候工作呀 我从来没有如此盼望去工作 饿了 我愿吃一个田园沙拉吧 对马固斯表示友善 咱们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现在是没有什么可能性了 睡觉吧 晚安 孕妇嘛 就是要多注意休息 是吧 嘿嘿 我觉得这个时间变得有点慢了 来吧 接着睡吧 帮你关个灯 关灯 希望你睡的时间 哎 怎么生气了 易怒 没事没事没事 睡觉就好了 等睡着了梦里头 就老多开心的事了 又生气了 孕妇又有点饿了 吃饭吃饭 我觉得这种挑战 我不要再做第二次了 我自己变得好紧张呢 现在紧张得我都有点胃疼了 还有一个小时上班了 太好了 走 我看看我看看 呀挺好看的 哦 看看 这时间过得多快呀 嗯 获得名气 失去主意 不行不行 我得工作呀 工作使我快乐 我的梦想就是工作一辈子 最好永远都不要休息 有没有那种加班24小时 嗯 我都已经第二期了吗 哎呀 时间过得真快呀 还有八分钟了 已经过半了 有点饿了 来吃一点 今天给你吃个饭团吧 去吧 去吃去吧 我们杰沙林肚子已经大起来了 又把盆扣了 怎么不吃了 又去哭了 别别别 来来来 把饭吃饱了 咱们就可以睡觉了 好啦 哎呀 每天睡觉和工作 就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上班越累 我越开心 哎对 明天我让他努力工作的话 是不是 体力会减得会 更快一点 还有九个小时 就到第三期了 嗯 这外面居然下雪了 哇 你别说这个雪 停留在空中的样子 还挺好看的 看会儿电视 九点 是不是又得上班了 哦 好开心呢 还有一个雪上班了 加油 虽然杰沙德现在是一个 非常悲伤的心情 但是因为他是孕妇的关系 所以说 大家不用担心 他肯定是不会 使的 对 已经第三期了 明天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生孩子了 加油 对对对 我让他努力的工作 加班 太好了 我能加班吗 我去看看 正常我是九点下班 现在我点了加班之后 我们是几点下班啊 嗯 有脏兔子了 诶 怎么还是九点下班呢 太好了 我一点加班之后 我们困得已经不行了 来来来 睡觉 怎么醒了呀 想上厕所 去吧 去上厕所吧 饿的话 你再吃一点 烤乳辣 烤奶辣 缺少娱乐了 你去看会儿电影吧 我们每天也不能说 太亏待 杰沙德 哎呀 还有三分多钟 时间 绰绰有余 今天我觉得应该是上班 上到一半 就会回来生孩子了 走 拜拜 要生孩子了 哦 太好了 时间还有三分钟 让我买一个婴儿床 我现在紧张得我有点肚子疼 放这吧 生 去吧 生孩子去了 好 杰沙琳正在生小孩 加油加油 怎么样 女宝宝 你就叫 你也随机一下好了 叫凯特 可以 哦 双宝胎 你叫 什么呢 太沙 没问题 哦 两个 哎那个呢 哦 两个都像了 他们的爸爸了 好 那么时间呢 也就停留在了 一分五十六秒的时候 我们的挑战就成功了 呱唧呱唧 嘿嘿嘿 好了 我刚才呢 利用杰沙琳剩下的资金 给她稍微的装修了一下房子 外观呢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我在这里放了油箱和垃圾桶 然后每个窗户上都配上了这种小花花 这个房子的房顶也稍微修饰了一下 像刚才 这边我发现都多拽出来了一块 然后哦 马库斯是来看他的孩子了吗 然后窗户呢 也都统一的换成了白色 加了一点小夜灯 然后在这边加了一个 刚才我说的那种镂空的小房檐 因为钱很少 所以说给她装完这个外观之后 几乎就没剩下多少钱了 然后里面呢 就非常的简单 这个厨房是最后装的 几乎没什么改动 就加了点窗帘 在这加了个小日历 客厅的话 我换了一个沙发 然后在这边摆了一个小装饰棍 然后所有屋子的壁纸都换了换 这个呢 是现在的卫生间 在这边放了一个粉色的小浴衣 还有一些小小的香啊 装饰品什么的 我点了一个浪漫 希望这次不要找 然后这边卧室的话 本来我是想着 给两个孩子做出一点小空间嘛 结果没有钱了 没有钱了 只能稍稍的改动了一下 窗帘都没来得及家 好啦 那么这次的挑战呢 就到这里了 如果小可爱们感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试一试哟 然后如果你喜欢这次的视频 欢迎帮桃子点个赞哦 感谢你们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